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架在了周永康脑袋上 那今天记忆大媒体都以头版头条的消息 登出了一个消息 那这个消息呢我们先看看BBC怎么说的 中石油再有三名高管因为涉嫌违纪而遭到调查 中共当局扩大对中石油的一起贪腐案的调查 既前宣布调查一名副总经理之外 那又宣布对三名公司的总管呢 就展开调查 大家注意这是刘铁南被宣布拿下之后 然后对中石油的一一连串的做法 刘铁南被拿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 这是冲着石油邦去的 就冲着周永康去的 但是呢周永康不是头 上面是曾庆红 那我们就看他是只动周永康呢 还是连着往下追呢 但是现在看来是直接冲向了这个周永康 27号 中共宣布中石油的副总经理李华林 中天然的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的总经理 阮心权以及中天然的有限公司的总地址师兼开发研究院的院长 王道复三个人被抓 被监管 那就是说呢 这拿到的都是他公司最高的级别的官员之一 那这么整体的给拿下呢 就等于对中石油 中天然呢 就是整个石油系统呢 进行收入 我们看到他现在抓到的是企业 而在此之前 包括李春成这样的人 包括政法委系统的这个原来湖北省的政法委书记 都被拿下 当时拿的是官 把官拿下之后 到了周永康的大秘 当了18年的大秘被大秘被拿下来之后 然后转向中石油 转向石油系统 而在这在此之前 拿下了流铁男 那流铁男呢 他是他是管 但是他管的是企业 对吧 他管的是这种石油企业 这样就等于把整个周永康的人脉连锅端 但是今天看到的方向 似乎还是用他贪腐的方向去下手 斩掉周永康 用贪腐的方式 斩掉周永康 保护这个体制 有这个意思 而江泽民跟曾庆红 早在薄熙来事情刚出的时候 就已经断定要把周永康卖掉 而习近平之所以要干掉周永康 在我的眼睛里依然有着丝绸的概念 报丝绸的概念是因为周永康跟薄熙来联手 要作死习近平 而周永康的官位极高 政治局常委 但他没有薄熙来家族的势力 他不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子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打工的 你别看他是政治局常委 他是打工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 就搞不好 你看薄熙来搞不好 有人说被轻判 搞不好周永康比他判的还重呢 你不信就看 这不代表什么 但是对外宣传会说 表现出习近平大老虎的雄心壮志 而真正的概念 是江泽民跟曾庆红 在卖掉周永康 去跟习近平相互交换弟友 我觉得有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的大的背景 就是要保住这个共产党本身 这也是薄熙来在最后申诉时呢 他想咸鱼翻身 甚至最终达到鲤鱼跳龙门 把他这一次磨难呢 当成他新的政治资本的积累 放心吧 党存在一天 他们这样的杀斗就一定存在一天 谁杀死谁 谁弄死谁 只有老天爷知道 他们自个都不知道 那这是BBC的报道 法广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法广讲说 石油邦多个高层被查 分析认为建制周永康 文章直接讲说 香港媒体分析 中央在薄熙来案一审完结之后 立刻整肃中石油 向外界显示 那肃摊对象转向石油系统 不是转向石油系统 是转向整个周永康的 所掌控的 做过的地方 转向石油系统呢 其实这里面呢 跟周永康直接相关 那苹果日报直接讲说 周永康发迹于石油 其后掌控着中石油 20年 从中获利 那从四川罢关 风暴开始 薄熙来案 基本动摇了周永康的势力版图 这一次调查中石油 是向公众传递 打探不会停的信息 那深入打击石油系统的第一步 相信往后陆续都有 那我自己的讲法呢 其实他把这些人拿掉之后呢 后面应该足以拿掉周永康 因为对头算起来 恐怕得牵扯到七八个人 甚至到十个人 都是省部级跟国企 最高官员的这个级别 那这个级别 作为证人去矛头堆向周永康 就等于把周永康架空了 对吧 四川省委的人脉 被他拿掉 那周永康的18年的秘书 被他拿掉 湖北省的这个政法委书记被干掉 而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注意到 其实上海市的原政法委书记 江泽民的亲属也被拿下 他一直有传言存在 今天任了一个虚职 而这个时候当地方 就是周永康的政法委系统的人马 被干掉之后 转向石油系统 要用他多年的贪腐的罪名 来顶掉政治罪名 有点类似这个薄熙来的情况 类似 但是呢 他可能遭受的这个打击会更直接 问题就出在于 当初周永康上来 却跟曾庆红有关 可是呢 打掉一个政治局常委呢 在他解释当中呢 可以当成老虎说 因为薄熙来是被 胡温拿下的 不是被习近平拿下的 而习近平演大战上呢 习近平直接拿下了 上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呢 表明他打死了一只老虎 而实际这个老虎 在我的眼睛里是死老虎 去年就死了 对吧 陶哥去年就说周永康死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拿掉他 营造舆论 去维护这个体制的话 维护共产党本身的话 依然是死路一条 而德国之声也在第一时间报道 他讲说 反腐之鉴的指向了周永康 两天之内四名高官落马 国资委在其网站发布了相关消息 当局剑指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掌控中石油多年 在系统内势力深厚 那应该是这么个说法了 那这里他比较详尽的介绍了一下 周永康的在石油系统的这种 势力他的时间 他讲周永康是66年 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 所以毕业之后一直在石油业任职 上世纪80年代调任中石油系统 然后他的行政级别一直达到正部级的中石油总经理 98年周永康成为首任中国国土资源部的部长 国土资源部的部长 大家实际他掌控的还是资源 结束了32年的石油职业生涯 所以周永康在石油业根脉深厚 他和他的伙伴牢牢掌控着中石油的利益 紧接着讲说李春成被拿下 郭勇祥落马都已经表明 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一直准备弄周永康 所以我说的我说法呢 是因为焦细讲他与薄熙来联手呢 要弄死习近平这件事情 让习近平非常的奋慨 绝不能放过周永康 但是我的分析也跟大家讲过 周永康在石油系统这么深厚 他即使退了修到死 他的钱源源不断 他放不上跟薄熙来联手 在作死习近平 对吧 除非有着更大的利益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睛里 不作死习近平 他原来所赚来的 30多年赚来的钱 40年赚来的钱 他的整个势力就有可能被摧毁 他要保护这个东西 但作为周永康自己一己之力 联手薄熙来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道理是不成立的 道理不成立的原因 就是07年的时候 作为江泽民跟曾庆红 发了狠心弄死要把周永康 弄进政法委书记这个位置 接替当时下来的罗干 对吧 所以他今天要两年前一年前 有着任何的计划 要作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 他一定来自于更大的势力 而不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一己之力 他没那个能力 出于他个人的一己之力 薄熙来也不会跟他联手 薄熙来要上位 作为周永康的一己之力 他谈不上有一种 直接顶撞太子党的这种能力 而只能解释出背后的太子党 另外一个太子党 曾庆红和江泽民 在他们的眼睛里 那周永康当年就是最好的选择 而在这群太子党的眼睛当中 江泽民是个恶人 是个小人 他们有着正一样的共识 江泽民是不配 跟这些大的家族融在一起的 我说这些大的家族 就是我说的 刘元也好 这个张海洋也好 他们依然认为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所以这是这种力量的关系 在我看来 这是这种力量的关系 那只不过呢 在当时出事的时候呢 去年出事的时候呢 我说了曾庆红太坏 太太贼 具有极强的前瞻性 率先先把周永康卖掉 对吧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自从薄熙来出事之后 两会之后 去年的两会之后 其实周永康再没有出事了 所以应该讲说 周永康很可能会遭到报应 而且这个报应呢 等于谁都在吹他 帮他的 拔他的 依靠他的 把他推在前头的 他的亲朋好友 他的所有的人都会砸死他 而他的对手也会砸死他 将周永康 大家会看到死得会很惨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